昨日說到,並並問花魚屋, 圈圓三城與圈圓三光有什麼差勁? 花魚屋回答他說, 沒有差勁,只不過圈圓三城比圈圓三光更加厲害。 圈圓三光是惡賭鬼,只要賭了, 就一定賭到天光、人光、淺光, 而他自己每次都輸淑青光。 今天這個圈圓三城就沒有他那麼豪爽了, 沒有十成打壓,他絕對不會賭的。 不過他有十成打壓嗎? 據我所知,他的武功起碼被百種雙俠高榮殺賄, 被兩個人單打獨鬥,他可能不敢消失一郎。 但是消失一郎就在三招之內打贏他了。 呵呵,這樣簡直,簡直難過登天啊。 呵,簡直難過登天十倍啊。 那就在這時候,消失一郎加打口來說, 呵呵,這樣就真是好了。 你還說好? 呵,我平生最喜歡做的, 就是這種難過登天十倍的事。 那外面這陣子,秋風陣陣, 秋風吹到一棵梧桐樹就啥聲響。 消失一郎走出去, 他站在梧桐樹下面等著, 牽緣三成定一定神, 也慢慢跟著走出來了。 這個很平凡的人, 現在突然之間, 變成很不平凡啊。 因為他就是牽緣三成, 他先是搬了一張椅子出來, 牛掌鬼扶著風四娘坐在一張椅子上。 風四娘那雙眼很憂鬱,很關心。 他恨過消失一郎, 他恨消失一郎為何變成現在這樣? 恨他為何這麼聽過冰冰的說話? 為何對沈碧君這麼無情? 但是, 只要消失一郎有危險, 他馬上就會變得很憂鬱,很關心。 花如玉看著他, 又望望消失一郎, 然後說, 唉,消失一郎呀,消失一郎。 你今次如果輸了, 風四娘, 會恨你一輩, 所以, 你是不輸得的, 真是很可惜, 你又偏偏不輸不得。 啊, 消失一郎, 看著星光下面的軒圓三城, 看到他那塊溶毒平凡的臉, 突然之間, 變得很不平凡, 尤其是他那雙眼, 鎮定到, 好像遠山上面的岩石一樣。 那, 消失一郎問說, 是你先出手, 還是我? 你, 我若不出手, 你就等了, 不, 我不想再學歐陽兄弟那麽笨。 嗯, 你的確被他們沉得住氣, 我本來還想用你對付他們的辦法, 講些說話, 擾亂你的心思。 那你為何不講呢? 哼哼, 因為我想說的東西, 花如玉都跟我說了。 你當然都很明白, 他這樣做不是關心你, 他希望可以搞亂你的心, 希望我贏。 花如玉聽他這樣說的大小子話, 我做什麽事, 希望你贏啊? 因為你對付我, 比對付消失一郎容易, 我若我贏了, 你還有機會把風四娘和葛鹿都搶走, 但是很可惜。 很可惜什麼? 可惜消失一郎現在看起來, 心一點都沒有亂, 所以你最好我快點走人。 為, 為何? 人為他, 如果贏了, 你就不只有命走得出這間客棧。 他, 他贏不了的, 這就未必。 甚麼? 你有沒有把握贏他的? 有, 只有三成。 唉呀, 那我就明白了, 那我明白了你。 花如玉的理智都未講完, 本來等著消失一郎出手的謙元三成, 突然之間就出手了。 那明明知道, 一定要以正制動, 才可以避開消失一郎三招的謙元三成。 不知道為何? 突然之間搶先出手啊。 謙元三成, 本來是個很溫和、很平凡的人。 但是一出手, 嘩! 真是勢如雷霆, 銳不可擋。 而且, 招式奇軌, 變化莫測。 嘩! 這麼快而已, 就攻出了四招了。 但是可惜, 他忘記了一件事, 就是, 攻勢伶利的招式, 防守難免有疏忽。 招式變化越奇軌繁複, 就越難避免疏忽, 越容易露出貨戰。 何況, 他是用一對玉手而已。 超十一郎手上, 有一把吹無斷發, 無堅不吹的割綠刀。 嘩! 一刀, 一招而已。 牽元三成, 立即用手掩著肩膀, 退了長角落, 他說, 哎呀呀呀, 好, 好厲害, 好厲害, 好快的刀啊。 超十一郎, 竟然收刀入竅, 然後定型地看著他。 彥元三成說, 我, 我輸了, 你遞走風四糧。 但是那個花魚屋, 那個樣子比他自己被人打敗了, 他大聲喊患, 哎呀呀, 你故意輸給他的, 我早就明白的了, 你, 你騙我不了的。 彥元三成說, 我, 我, 我做什麼事要特地輸給他? 我傻的? 因為你想銷十一郎來對付我? 因為你怕我來對付你? 是嗎? 剛才你故意說這麼多話, 張超十一郎的威風, 特地搶先出手, 就想特地輸給他, 因為你知道他如果輸了, 你反而會有很多麻煩。 哼, 難道, 難道我不想要風四糧, 不想要葛陸高雅? 你想? 不過你也知道, 要了這兩樣東西, 我們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你, 何況風四糧本來就不是你的, 你這次雖然輸了, 不過, 一點涉嫌都沒有。 我不理那麼多, 我現在總之就輸了, 我已經將風四糧交出來了, 亦都驚訝給你們見到, 千元三成了。 我講到做到了, 現在我認輸了, 我受到傷了, 你燒十一郎, 當然, 你又不會再為難我了。 就算, 你還有什麼事要找我的, 也唯有讓我的傷好之後再說, 我相信, 你一個有口齒的人來的, 你不會成人之危的。 來來來, 牛腸鬼, 雷腸鬼, 你們可以, 可以, 我回去養傷了。 那牛腸鬼和女腸鬼很聽話, 真的走過來, 扶著千元三成回去養傷了。 花如玉, 唯有眼白白地看著他們走人, 他沒有去追, 因為他知道, 超十一郎絕對不會讓他去追, 超十一郎現在火眼金睛地掘著他, 他沒有辦法, 喝了一口氣話。 唉, 我獻完三成, 真厲害。 我告訴你, 你今天放了他, 遲早有一天你會後悔的。 你都不知道, 他對付人的手電, 極厲害。 你說來聽, 好啊, 好像說, 他個人是很喜歡精美的詞戲的。 有一次, 補興的胡三爺無語之中, 找到一個遇過天靜的平膽, 是柴瑤精品來的。 他是要胡三爺讓給他, 胡三爺不肯, 死都不肯。 所以胡三爺就死了。 唉呀, 誰知道啊, 胡三爺本來是他的朋友來的。 但是他為了那種膽平, 竟然將胡三爺滿滿大勢五十噱口人, 全部殺到乾乾淨淨的陰宮。 還燒成炭天啊, 他殺人不但一向斬草除根, 而且連骨頭都不正啊。 我都聽人說過, 牽原殺人, 屍骨無存。 除了精美的詞戲之外呢, 他還喜歡有風韻的女人啊。 一據我所知, 風四娘就是他最喜歡的那種女人啊。 這樣看來, 他的鑑賞力不差。 他想要的東西啊, 不擇手段你一定要到手的。 是嗎? 他想要風四娘嘛, 所以他遲早都會來找你。 你今天放過他啊, 到時他就絕對不會放過你的了。 唉呀, 你說給著我是你呢, 我一定會殺他。 啊? 給著我是你, 會不會殺了花魚肉呢? 啊? 你, 你不應該殺花魚肉的啊。 為甚麼啊? 因為, 因為風四娘是你的好朋友, 你沒理由要你的好朋友做寡婦的。 我殺了你, 他又怎會做寡婦呢? 唉呀, 我都知道你不相信啊。 不過這件事啊, 沒有假的。 當湖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這頭親事的了。 你不相信, 可以問問他自己的。 聽到這裏, 蕭十一郎害致信啊。 那, 學花魚肉那麼聰明的人, 是絕對不會說那些隨時都可以被人揭穿的畫的。 不過, 他還是要問清楚, 尋近些。 所以, 他就解開了風四娘的閱讀文話。 你, 真是嫁給這個人? 風四娘還是沒動。 不過他心很生氣啊。 他心想, 哎呀, 你這個蕭十一郎。 我為了你, 不知道受了多少苦。 被人整隻肚子折在床下底, 又被人折磨成這樣。 你連問都不問後一句, 連一句關懷的說話都沒有。 沈碧君為了你, 更加受盡折磨。 現在連下落都不明, 你亦都不去問, 連一句關懷的說話都沒有。 兩年沒見你問我第一句說話, 就是這麽無謂的事。 風四娘咬緊牙, 勉強控制著自己。 蕭十一郎又問, 你難道真的嫁給這個人? 為何要嫁給他? 風四娘聽了之後, 還生氣一點。 唉, 你蠢得沒讓我, 就算嫁給他, 都當然情不得已了, 還要問嗎? 死蠢! 想到這裏, 風四娘突然出來一巴, 就刮到正蕭十一郎的臉, 刮到蕭十一郎, 整個吐了。 他怎麼都想不到, 兩年沒見, 風四娘第一件對他做的事, 就是刮他一巴。 接著, 看到風四娘整個彈起來, 大喊話。 我為何不嫁給他? 我喜歡嫁給誰, 嫁給誰, 關你屁事嗎? 我都理你嗎? 我嫁給他, 你不服氣嗎? 你以為我這輩子都嫁不出去嗎? 花如玉, 你告訴他, 我們... 風四娘, 發了爛爪地, 厚水花噴噴, 講了一輪, 才發現, 花如玉早趁機送了人。 那花如玉, 是一個絕對不會錯過任何機會的人。 風四娘於是又跳起來, 一手抓住蕭十一郎的胸口, 說, 你... 你為何被他逃了? 我沒有被他逃, 是他自己逃的嘛。 你為何不抓住他, 為何不殺了他? 殺了他? 他是你的丈夫, 你要我殺了他? 誰說他是我的丈夫? 你自己說的? 是啊, 我何時說的? 你剛才說的呢? 我只不過說, 我喜歡嫁給誰, 就嫁給誰。 只不過問你, 我為何不嫁給他? 我沒有說過他是我的丈夫。 兩種說法, 有分別嗎? 當然有分別, 而且分別很大。 超十一郎沒有出聲, 他真的分別不出, 究竟分別在哪裏? 幸好他早就明打一件事。 風四娘若說其中有分別, 那就有分別了。 風四娘如果說太陽是四方的, 那太陽就是四方的了。 跟他爭吵, 我只能浪費心機, 熬眼睡。 風四娘跟著又問說, 你, 你為何不出聲? 我只不過是沒有說話, 沒有不出聲。 不說話和不出聲, 有分別嗎? 有啊, 分別很大。 風四娘, 唉, 被他爭吵, 便笑回。 超十一郎, 見他笑回, 又說, 我剛才說了一句話, 不知道你聽不聽到呢? 你說什麼? 我說你, 不單止沒有老度, 而且呢, 越來越年輕, 越來越漂亮。 哼, 我聽不到, 我只聽到你說我是個女妖怪而已。 哈哈, 你看你, 我們兩年沒見, 一見面, 你給我一巴探, 再加腳編, 我說了你五句好說話, 你一句都聽不到, 才罵了你一句而已, 你又記得那麼清楚? 哈哈, 風四娘, 看來你真的一點都沒有變, 都不好講, 你就變了, 怎樣? 我問你, 你為何要逼著謝天石, 挖了眼睛出來? 為何要逼著歐陽兄弟, 挖了眼睛出來? 唉, 我知道你一定會看他們抱不平的了, 我當然要看他們抱不平了, 你自己說過的, 說男人生了眼睛出來, 就是為了看美女的, 女人生得美, 就應該是被人看的。 是啊, 那為何彬彬彬彬彬就不讓人看得呢? 為何人家多看他兩眼, 只要挖人家的眼睛出來? 唉, 這只不過是個藉口來的, 藉口? 是啊, 就算他們不看彬彬彬, 我都要一樣逼著他們挖了眼睛出來, 挖眼睛, 竟然很客氣了, 其實, 我應該去殺了他們的, 為甚麼? 當然有原因了, 甚麼原因? 唉, 說起來一筆報那麼長, 你想聽的, 最好先下一道戲吧, 我這道戲下不了的, 唉, 其實, 你如果知道其中的原因之後, 就不會那麼生氣了, 說不定, 你還會幫我去挖他們的眼珠出來, 真的? 我何時騙過你? 嗯, 你說的那些東西, 我本來一句都不會相信, 都不知為甚麼, 一見到你, 我句句都相信到十足了, 所以, 你要先下一道戲, 再慢慢聽我說, 那道戲還是下不了, 為甚麼? 因為我現在肚餓, 那你想吃甚麼呢? 嗯, 吃牛肉麵吧, 那無論大大小小的城珍, 多多少少, 總會有一兩個賣麵的檔攤, 而且啊, 那些賣麵檔攤的老闆呢, 大多數都是一些有些古怪, 有些孤僻的老人, 他們青春已世, 壯志消磨, 或者, 還有些足以令他們睡不著的痛苦往事, 所以啊, 他們不理是翻風下雨也好, 都會在深夜, 守著一盞孤燈在賣麵, 因為他們就算回去, 也是一樣睡不著的, 他們做出來的麵呢, 不方會好食了, 但是也不會太難吃, 他們的黑人絕對不會太客氣, 不過, 你就算吃完之後沒有錢給, 他們也不會太難為你, 因為他們賣麵就不是完全為了賺錢, 也是為了消磨漫漫孤獨的場夜, 很快, 消磨一郎他們就找到個麵檔, 賣麵的是個獨眼閉腳的老人, 他賣的老菜跟他個人一樣, 又冷又乾又硬, 不過麵是熱的, 風四娘看著捧上來的高麵, 看著正在為他針走的消磨一郎, 心不知多舒服, 可惜消磨一郎的身邊還有個冰冰, 好溫柔, 好美女, 好高貴, 風四娘好自然, 就單打他兩句話, 哼, 這種地方的東西, 這位姑娘, 實在吃不習慣了, 消磨一郎笑著說, 他吃得慣了, 你怎知道他吃得慣了, 我又不是問你, 消磨一郎, 立刻閉嘴, 兵兵爺, 倒下頭, 不敢出聲, 他都看得出, 這位風四娘對自己沒什麼好感, 幸好他還會笑, 所以風四娘就沒有法子再單打了, 三個人坐在一起, 連一句話都不說, 真是令人很尷尬的, 那很快去, 酒就等好兩杯了, 風四娘舉高一杯, 一聲就喝完, 然後說, 唉, 這種酒, 這位姑娘, 當然又是喝不習慣了, 消磨十一郎說, 他不是喝不習慣, 是一向都不喝, 當然不喝了, 這麼高貴的大小姐, 怎會像我們這種這麼粗的女人, 這樣喝酒呢? 冰冰就沒有出聲, 自己倒了一杯酒, 他說, 我本來是不喝的, 不過, 我今天破例啊, 咦, 做什麼事要破例啊? 因為我早就聽說過四姐你的大名, 我整天在她心裡想, 如果有一天, 我可以跟四姐, 你這樣的女中豪傑坐在一起喝酒, 就好了, 來啊, 聲啊, 咦, 冰冰真的喝酒了, 風四娘看著她, 突然覺得, 她沒有正話那麼硬硬啊, 唉, 所謂千穿萬穿, 馬屁不穿, 真是個千古不變的真理來, 但是消磨十一郎, 就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, 像是憐憫, 又像是傷心, 今天三杯酒半碗麵落吐之後, 風四娘的心情好些了, 她慢慢叫著一個豬耳仔說, 嗯, 現在呢, 我道氣就燒了, 你有什麼說就說, 哼, 整段故這麼長啊, 你想我從哪裡說起啊? 這樣啊, 那就從你跟蕭瑤侯決鬥說起咯, 各位, 今天時間夠了, 當日蕭十一郎跟蕭瑤侯的那場決鬥究竟是怎樣的呢? 想知道的朋友, 明天記住收聽吧, 關於稿瓶, 在這段歧音下的, 你也會拍照的嗎? 你也會拍照照片,